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呢给大家开箱一下这个烧烤炉 看看质量怎么样 然后呢 一千多块钱买的 看这个烧烤炉是怎么样 叫烧烤世家的这种烧烤炉 它是唐陶瓷的 说可以用十年都不会生锈 也不会坏的 然后打开看 这个烧烤炉 这是一体的 可以野外来用的 然后我看到里面都有一些绳 然后这一个 这个应该是挂在边上的 挂在边上的一个放调料的 然后给了一把签子 夹子 烧烤的一些夹子 这是一个把手 这个应该是烤 那个放在上面烤鸡的 收纳的都是比较方便 这个夹子 夹子是放在上面烤鸡 它现在呢 就是整个的一个主体 看一下 它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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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这样的样子 把这个收起来 大概是这个 看看 好 好 先把这个拿出来 先把这个拿出来 哦 哦 哎呀 两个烤匠 这是放木炭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夹子 然后呢 翻过来 两个腿 哦 这两个腿是它比较特别的 大家看两个腿 看它这个是这样 这样把它拔出来 拔出来 然后一弄 哦 这样它就可以了 还是很方便 还是很方便 然后的话 哦 现在就组装好了 这个啊 还是很方便 这个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组装好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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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糖陶瓷的 它容易清洗不容易沾油 OK就整个组装好了 这一个呢 应该是挂在这个边上 OK这个是放调料的 这个炉子的组装起来还是蛮方便 很方便 它这也是很厚重 很结实啊 这样的加炭呢 也比较方便 好这个炉子呢 大概就是这样装好了 看着还是很结实 等一下我们就烧烤 看看它好不好用 它这里还送了一个包 送了这个包 可以放在这个包里 放在车上到野外去烧烤的时候用 好里面呢 它还有一个送了一个烤羊排呀烤鸡的一个架子 它这一个电动的 然后下面一个手柄 这里有一个呢 把它打开 这有个卡扣打开放在里面 然后它有一个点啊 有一个这个锅 有一个锅口 然后对着这里 对着这里 把它这个锅口对在这里 把它弄上去 然后它就会转 然后我们呢 这个就是放在这个上面 放在这个架子上面 OK 然后放在架上面 然后有这样一个烤的 我们可以烤羊排呀 烤什么都可以用它来烤 然后放在这上面 OK就可以转 然后这是一个烤羊排呀 在上面自动的 然后它可以正转反转 这个反转 正转反转 中间是关 它是比较齐全 配套比较齐全 好 我们的炉子呢 大概就组装完了 也给大家开箱完了 下面就敬请期待 我们今天晚上的BBQ吧 好 大家等一下看看 我等一下一帮朋友来了 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烧烤 OK 好 敬请期待 再见